分享开心分享快乐 大家好我是虫虫 虫虫这几天呢 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录播的视频啊 发的都是直播为主 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会呢 当大家都在的时候 我们这个八人开始打这个工会的 武将专场 我们把这个卫国专场 玩了一次啊 然后玩了一次无国专场 无国的专场 因为无国武将都非常的强势啊 这个一旦比如说 像什么吕蒙周泰之类的 是没法跟太史词 鲁肃抗衡的 所以无国专场呢 就是分这个无国标凤专场 全都是标凤包的 什么吕蒙周泰干宁什么的 全场都是这样的武将打一通 然后再就是其他的 可以随便选啦 不练师啊 太史词啊 鲁肃啊 灵统啊 这样的武将一起打 这个祖国江山一片绿啊 非常的给力 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工会的这个旗帜呢 也是这个绿色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武将的 然后我们的无国专场 打得非常的爽啊 然后无国专场的直播呢 录了好几集 也是这个陆续给大家 发无国专场的这个直播 那也没玩够啊 那天也没玩够 所以赶上周末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玩的 我的工会呢 这个就是我们二区 这个又重乐相知的工会 现在已经是可以加70个人 还有10个名额 等你来抢啊 所以呢 大家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或者是你稍差一些 你是100级120级的玩家 但是你打得非常的好 你觉得你的水平可以 你又同意我的这个玄奖的理念 你可以来找我们啊 跟我们一起玩两局 大家都觉得你不坑 都觉得你打得挺好的 你就可以加我们的工会 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呢 也可以上我们的歪歪频道啊 跟我们大家一起录直播 一起开心的玩耍 大家都是好伙伴嘛 嗯 就是欢迎二区的朋友 然后加我的工会来玩 另外呢 还有别人从八区和三区来找我的 我也很感动啊 就是你从别的区 然后来而去开小号 跟我们一起玩 买武将啊 嗯 我觉得挺感动的 嗯 也谢谢这些 一直支持我的好朋友和粉丝们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 根本没有什么偶像不偶像的 叫粉丝 其实也是对好朋友的一种叫法嘛 总之呢 喜欢我的人 嗯 我当然很开心了 欢迎你们来找我玩 然后我的工会频道呢 也是一直对大家开放的 因为也在工会频道做过直播 所以欢迎大家呢 来我的工会频道 嗯 跟我们一起玩 即使说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录直播 你不是厂商玩的 嗯 你也可以 只要是我们工会的 都都要可以 都可以进来啊 一起嗶嗶什么的 嗯 好了 然后呢 关于这个 嗯 工会的事情呢 就是到这儿 嗯 今天的视频呢 说内容之前 先说一件事情啊 就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个主要问题呢 是因为一件 由开黑引起的一个 一个生殖器的骂战啊 听起来好像很诡异的事情啊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盘录像 这盘录像呢 是草皮局 这个玄遇于尽 灯爱都跳钟 然后反贼吴国泰 不补义曹冲 嗯 都是跳反的 不补义 然后呢 就是让人觉得很诧异嘛 嗯 疑似在开黑 嗯 然后呢 这个是结束的时候 这个灯爱是内奸啊 吴国泰的确是反贼 没有补义队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当时的房间的截图 房间的截图呢 邓爱吴国泰打牌 非常的诡异 外加这个房间旁观的观众 嗯 这个119级的这位同学 还有这个88级的这个同学呢 还有邓爱吴国泰 都是一个工会的 所以貌似呢 他们可能是在开黑的 这么一个状态 并且呢 这个他们这个 就是邓爱都不是会员啊 是那个标峰的玩家 嗯 然后呢 嗯 当时我收到录像跟截图以后呢 我就在这个 邓爱的这个工会的群里面问他们 就说这两个人呢 是不是真的是他们这个杀了员的人 嗯 是不是真的是 还是说就是 是别人发的 这个 这个发的那个 是污蔑他们的 然后我 我也质疑一下 因为邓爱他收土地的标准 就是要求是会员 要求是V6以上 并且是开了多少个武将的 我觉得他不会收这种标峰的当土地吧 他收土地标准就是这样 所以我问他 是不是这个收费会员 真的是来开黑的吗 嗯 然后呢 这边这个管理员给的回复呢 是 嗯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当时在他们群里面问的话 嗯 然后管理员给的回复呢 说的是 邀念的群有一个要求高 其他的没有要求 所以呢 嗯 就是他觉得很可能是啊 然后 我是跟他说 我都不认识这些人的 我也没有这样的 就是他们也不是我好友啊 就是来问一问 嗯 然后邀念群里面的人呢 就有人说 嗯 质疑我 为什么管人家叫标疯狗啊 然后说那个 你是全阔吗 有陈林张宝之类的吗 我又跟他说 我没有啊 我也不是全阔啊 我说我也不会花钱开那些 嗯 没有用的武将 15个二人武将就可以玩了 嗯 然后这个人呢 就不停地追着我问 什么大小乔啊 陈林啊 张宝啊 什么的 嗯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位叫水流的玩家啊 他说我 意思 意思说 我说人家标疯狗了 或怎么怎么的 嗯 啊 我是来问一下 就是这个 貌似开黑的 这个两个标疯的玩家 是不是真的是邀念公会的 嗯 然后他开始 骂我啊 然后说这个 我问他就是真的 你就是说你是会长吗 对吧 你别提这个张宝啊 什么这些事情 咱们就说这些人是不是公会的 然后呢 他就开始口吐生之气 对吧 当时我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话啊 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啊 这是什么字啊 不熟悉啊 然后我没反应过来 然后人家看我没有反应过来呢 继续继续用非常直白的话来告诉我 他说的是什么啊 水流的这位玩家 亏有号是229178992啊 然后让我截图 图 然后说这个词 这个词我就看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了啊 那我只能跟他说 你既然这么喜欢说 我说生殖器啊 你就继续说吧 对吧 说生殖器 对吧 在你们的群内的公平 刷生殖器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又跳出来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说 你没有生殖器 就请你不要嫉妒别人的 没有意义啊 我只能说 我不嫉妒啊 我就是这个东西干什么 你的不好用吗 你来找存在感动吗 吵架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边这个朋友就是说 吵架要找到要点 对吧 黑我要找到要点 拿我没有的东西来黑我 这不是你们正常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我没有你的这个东西 你不要拿他来黑我嘛 对不对 你要求女人长这个东西 这是你黑人的一种手段吗 咱们说这个问题啊 好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就出事了啊 出事情了啊 然后他们就就开始说这些东西啊 关于生殖器的问题啊 我们大家就要说这些啊 直到说各种重口味的啊 不知道以为进入了什么 推销黄色网站还是什么的群啊 说说说 然后呢 这边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没有经验啊 也没有这个我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跟他们讨论有关生殖器的问题啊 人家群最后跳出来一个人说 嗯啊就是不要刷屏这玩意儿了啊 因为他们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帮人在刷屏什么的 呃自己群里边的女孩子啊 无论是上班的还是上学的也都说看不下去了 说这些干嘛啊 好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告一段落 呃我想跟大家说啊 这个三国沙这个东西啊 游戏是游戏啊 跟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如果说开黑的话 能引发一场关于这个的骂战的话 那这真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游戏啊 呃再说另外关于开黑什么的嘛 好朋友之间开开黑玩一玩 坑坑路人什么的 这是你们自己自愿的事情啊 我没有 我就是没有说任何的 关于这个 他们开黑不好啊 或者什么的 只是过来确认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们群内的 是不是他们工会的啊 对不对 不要打着别人的头号啊 比如说你开黑 然后你说啊 我是重送工会的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 呃然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这件事情呢 就到一段落了啊 我只是想跟这些人说一句啊 呃这个你们的素质也好啊 还是什么的也好啊 这个有目共睹的啊 不需要我多说什么的 至于游戏ID那些的 我就不抱你们的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嗯 对吧 嗯 关于五秒呢 我也和大家说过 我呢 不认同五秒 我觉得五秒局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要玩五秒 我也不会反对你玩 但是你请你不要说 玩15秒 玩20秒的都是脑残 对不对 啊 那这个这个五秒置顶房 天天都有嘛 大家随意旁观啊 随意看热闹 没有了他们是不是 二区的这个置顶会少了 少了很多乐趣呢 嗯 好了 关于这件事情就说到这里啊 咱们说今天的这个正经的啊 说说最热的武将曹冲的问题啊 然后再说一说最近比较热议的这个话题啊 也就是曹冲的 嗯 曹冲这个武将呢 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正式的售卖了 曹冲这个武将呢 在商城是卖30块钱 嗯 很便宜啊 说他便宜呢 是跟他的这个技能相比吧 就是说 应该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武将 嗯 因为他无论是在测试服当 玩还是在online现在玩呢 他这个胜率是可很可观的 曹冲当反 曹冲当中 曹冲当中你得是在特殊的主工具当中啊 就是当反击的这个胜率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有了他嗯 主中方是非常难打的 除非主中方是多点输出的这种啊 才可以把这个曹冲打掉 一回合可以打出多点伤害的 我们打掉曹冲 往往都是泰式词加貂蝉 这个留邪加成功 嗯 留邪加貂蝉 啊 留邪加曹职 就是这种bug组合 能保证秒掉成 秒掉曹冲 其他的组合一般来说是很难秒的 嗯 我以前呢 就是觉得呢 他很强 然后我个人也比较想买他 后来呢 现在就是在二区 我就不给大家截图看了 在我们二区 嗯 置顶房 能有三分之一的置顶房吧 置顶房 十个置顶房 能有两个到三个 或者是四个置顶房 直接就写的 叫进小孩 或者是进奶娃 进曹冲 大概就是写这样的字样 嗯 也就是说 大家其实都慢慢的意识到了 曹冲的 他这个出现呢 比较影响大家的游戏性 嗯 所以呢 这个很多房间呢 就是路人局嘛 那置顶房 很多都是路人局嘛 如果是群内的话 那群内说好 比如说你是地盟工会的 你是唐人街工会的 跟大家说 我们不选曹冲 进曹冲 玩就行了呗 那很多这个路人局的这个房间 也都是直接写出来啊 进曹冲 因为可能觉得他也比较 嗯 破坏平衡吧 还有就是那种 进曹冲主的 因为一直我就说过啊 这个主公他特别的坑内间 他不光坑内间也坑自己啊 所以就是 嗯 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玩了这么多局呢 我自己就是不打算买曹冲了 因为他的出现呢 确实是让反贼的胜率 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呢 嗯 我觉得反贼嘛 这个不需要曹冲这种 Bug武将啊 来这个 来获得胜利 并且曹冲这个场上 他在场上出现 会大大影响内间的这个游戏性的 内间他曹冲的这个称向 是很难控的 这些牌呀什么的 非常难控的 嗯 所以呢 就是我自己是不打算买曹冲了 然后别人要选的话 没有关系啊 因为就即使你想选曹冲 也不会说每局都会有他的 嗯 所以我也就不买了 但是呢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嗯 好朋友嘛 他们有的喜欢曹冲的 说要送他们的 他们如果要的话 我还是会送的 嗯 另外呢 关于曹冲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啊 因为他做主 现在几乎都被大家也放弃了 或者被大家也禁掉了 大家都有意识的不去选曹冲当主公 然后那么就是他当内奸的这么一个问题 哪属性的这些武将 啊都不适合做内奸 无论是曹冲 无论是画土 还是香香 无国泰 他们当内奸 往往就是一条路 往往都是一条路 那主公被推的时候 你得救主 对吧 你男属性的武将 本身这个输出相对就乏力一些 然后呢 主中方的输出不够 可能主公就要被推 被打残 你就要救主 你救主了 你出击 你这个男属性的武将 你把自己当忠臣去打了 你就容易打成死中内 然后最后就是导致 宋主公赢的这么一种节奏 那如果说你不救主公 那看着主公被被推死了 你不忍心的话 那你你跟一分内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你不能说我最后我主公死的时候 我不忍心给他 那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就是说曹冲当这个内奸 往往就导致了两种极端 一种就是宋主公赢了 另外一种就是宋主公赢了 或者说宋主公打出优势了 主公还没有赢 曹冲自己不干了 开始玩私票了 开始不停的人心反击了 开始这个秒主了 就是这么两种节奏 他很难赢 他当内奸非常的难赢 三学五将没法控场嘛 所以这里呢 虫子呢 给大家放几盘录像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曹冲当内奸 他的这个 不是说他当内奸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他当内奸的局 大家看一看 曹冲当内奸的局 这局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曹冲内太多太多了 我听别人说 好像专门有那种 贴图曹冲内的啊 就专门截图曹冲内 把这个曹冲内的玩家截图截出来 那如果说 你对这个五将有新鲜感 你说我刚接触这个五将 我选一局内奸 玩一玩 爽一爽 那可以有啊 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主流 而且曹冲现在已经在online 出现这么久了 遍地曹冲内 曹冲主的也让大家无法忍受 然后今天呢 我给大家放几盘录像 都是我打的路人局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之后路人局 才会有路人选曹冲内吗 正常的群内局 你选个话陀当内 选个奶妈当内 我估计这个 就算群主不说你的话 那同场的其他的群内的朋友 也会忍受不了你的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曹冲内的这个录像 我们看一看曹冲内 他在场上情况下 这个主中方是怎么打的 反贼是怎么打的 下面插播一个广告 一个是零食店 入秋了 大家可以在零食店买买吃的 这个四皇冠店 他信誉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金戈铁马的游戏啊 这个有一个注册的礼包 大家呢 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信息的游戏 简介的链接 领取礼包 参与一个游戏 它是一个这个类都太的游戏吧 男孩子会比较喜欢玩一些啊 据说这个手残档 像我这样的是玩不好的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比赛啊 这是我用K神的号玩的 这个是我们在二区之尊 打的一个路人局啊 周末玩的 但是很多人旁观这局 咱们看看这局比赛啊 这比赛很有意思 这里边呢 其实选学游也可以啊 我觉得前之位好一些 后之位如果孙权被打残 你AOE是放不起来的 咱们这里就无脑选成零 后之位补个牌什么的 绝对是还是可以有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孙权吧 他的制衡 三排制衡 三张杀制衡 也就是说 他手里边至少是两张闪 而且相信手牌 就是两张闪吧 防速推的话 两张闪是打底儿的 他这里去盲居元树 可能是觉得 原主的孙策向忠臣 然后 8号的元树 对他威胁大 所以才这么去打的啊 然后中卉呢 是跳反 孙权既知道中卉是个盾边反 也没法打的 打他发动技能了 这里边咱们看一下成功 我觉得这局比赛 最强的人肯定是成功了 成功跟陈琳 是这局比赛最强的 然后就是元树嘛 还有就是说曹冲 曹冲当反贼是比较给力的 假许这里无邪跳反 成功是忠臣 然后这局呢 这个孙权啊 就盯上元树使劲揍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是觉得 元主的孙策比较像 这个忠臣吧 忠内吧 然后成功忙乐的元树 好咱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成功 貌似是没有闪啊 直接一写了啊 孙策跳反 让人诧异啊 这么远的孙策反 然后这个时候吧 我们就看一下 曹冲的身份非常的关键啊 就是按照常理来说呢 奶妈奶爸奶娃 都不适合当内 对吧 你这个具有奶属性的武将 当内挺坑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他能去打的元树 这里我直接给他标内奸啊 就是 明忠 明忠这个成功不打 然后你也可以不久杀啊 可以单杀孙权 都不打 没有跳反 跳了一个内 打一个全场最强的人 对他威胁比较大的这个人啊 然后就这么过了 完全可以杀成功的啊 他没有杀成功 这里呢 我们先扒他的牌 先把他牌扒了 然后开南蛮 这里边咱们先开南蛮啊 因为我是断杀的 我把我的手牌都用出去 开南蛮收了元树就收了 我想开南蛮 然后如果收不了他 有人救他的话 我直接喝酒啊 然后这样可以给自己再送辞 给自己直接第一回合就给自己送辞 然后顺便也乐上孙策挑身份 让主中方不要救啊 让这个大家都不要救元树 看反贼这个救不救了 然后这里边这个元树就被收了 他把送死他的时候 八牌的时候 他把杀给弃了 应该留基本牌 元树肯定是要留基本牌的 这里我们不管成功了 他都一血了 都不一定能过得了 终会这一关 不管他了 我也没有桃子救他 谁知道 你说他一手闪 闪 杀他不闪 难道连张杀都没有吗 剩了什么呀 然后这里边那一间剧 就成功啊 就是你就正常来说吧 成功跟曹冲谁更像那间 我相信绝对是曹冲更像那样 这种二逼那样 然后孙权这里边也无脑 为了让我给他送死 无懈都打出去了 然后这里边咱们 他即使知道他是那间 我们要给他补排 对吧 主中方现没有优势啊 毕竟中会啊 贾许 这个孙策状态都不错 成功还马上要死了 我们这里九杀 中会他没闪 然后扒了他的牌 把他两张牌全扒了 然后咱们扒孙策 我孙策牌扒了 好 然后就过了 其实陈琳呢 是一个打速推的一个武将 当然如果陈琳能拖到后期 肯定会很强很强的 比伐这里比伐中会 一旦孙策收不了中会的话 这里边 比伐他也死啊 而且比伐呢 对贾许来说 一旦贾许被比伐死 就算完杀 这个孙策他是 估计没看懂身份啊 不肯救援树 好 然后这里边 中会就去了 我们看一下 陈琳这个武将吧 就是给嘲讽主公 当忠臣 比较给力 陈琳本身就是场上 非常非常嘲讽的那个人啊 而且陈琳算是一个输出武将 就是太翠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太翠啊 别的都还好 然后成功这里边 这次估计肯定有闪了 扔了两张武邪加一个闪 我们这里边重铸铁锁了 也没什么可怜的 贾许不能连 现在打内奸还太早了点啊 咱们扒了贾许啊 把贾许排扒了 然后笔伐他 以免到时候这个曹冲人心疼 对吧 内奸这时候应该跳了 争取打出多点伤害来 笔伐贾许 这样的话 贾许到他回合完杀 算完杀啊 然后曹冲也没有救 这样就死了 这样就是绝对的主中优势 这个反贼孙策选将比较坑跌 现在直接进入托管状态 大家可以看吧 其实曹冲内奸呢 他这轮的这个 唯一的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这个人心成功 然后现在呢 他开始装这个 装这个忠臣了 不跳还是杀孙策 我们这里就杀孙策 收了就收了 然后咱们笔伐曹冲 那就是即使是路人局啊 孙权也应该很清楚的 打路人 打路人的话 路人这个陈林当 当内奸 你这不是来搞笑的吗 你这送 你内奸 难道送辞全场吗 挨个儿送辞 所以就是 很搞笑的啊 就是陈林当内 那纯是来卖萌搞笑 傻逼一个啊 所以这个孙权也是相信 我是忠臣 陈公是忠臣的 一起打曹冲了 那我们就是 主宗的绝对优势局啊 赢定了 咱们不说这个 曹冲人心成功的吧 单说他控场的能力啊 他是没有能力 进行一个控场的 这种武将 你最多最多 就是说本身没有嘲讽 对吧 你最多就是说 我自己当内奸 没嘲讽 别人不打我 但是你人心 这个东西在这里 你对这个反贼 就是一种威胁 你随时都可能 人心这个忠臣 或者是主攻啊 那么你到内奸 你也是随时可能 人心反贼的 这种威慑 不是一个内奸 应该有的 并不是你内奸 取胜的一个 这个前提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吧 就是曹冲这局的发挥 他盲踞一下元术 然后呢 他人心一次忠臣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是反贼崩盘的 这么一个状态 孙权只要带着输输忠臣 再加上这个孙次的选项不好啊 打这些弱逼反贼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嗯 好了 然后第一局给大家放这里 我们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曹冲局的 嗯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啊 下一局比赛呢 也是我们打的 嗯 这个就是当天是 C啊 他那个是我的好友 然后他很久没上线了 今天这样上线 然后咱们就是打几盘 当时就随便加了几个路人打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局比赛 很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位置嘛 其实选成功跟流邪都可以啊 我个人觉得吧 就是说流邪在曹冲主攻局 当反贼不那么给力 因为毕竟你天命 一旦最后关头天命的那个破牌啊 都是锦囊之类的 被曹冲收拾了的话 比较蛋疼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 嗯 我觉得流邪在曹冲局 他当忠臣可能稍微好一些吧 嗯 所以呢 就是嗯 是我的话 就是怎么说 就是说是我的话啊 我一般不会轻易选流邪给曹冲当反贼 曹冲这个主攻呢 他压制反贼的选将 这是无用之以的 你非要顶着他的翻面 翻选什么流邪反 选吊蚕反 选卤素反啊 那你就是你自己愿意找死 没有办法啊 你愿意送主赢 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后呢 我这里呢 我的选将理念就是说 选你选将框中最强的那个武将 强包括两个概念 一个是跟你的这个位置跟身份 比起来 你在这个位置是最强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避免盲居 选那种不会被盲居的武将 对吧 选成功 成功呢 在曹冲一局可中可反 成功不怕翻面 成功还可以帮翻面的队友进行一个名册 摸牌也好 出杀也好 都可以啊 然后成功自己呢 又是一个输出 那么成功当忠臣更好了 对吧 曹冲这个大白板可能会断杀 给他名策杀 然后给忠臣 当对方被翻面了 你成功这个回合 你可以打出多点伤害来的啊 所以没有问题的 不会被盲居吧 只能这么说不会被盲居 然后咱们这里边选了成功 然后这局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打这个路人局 那个所以这个不是有路人吗 我们几个 一二三四五 五个人嘛 五个人加三个路人啊 我打路人局了 我说你来来来来啊 然后我就叫他 我跟他说话 结果他回话的时候 不小心发生召令了啊 这笨蛋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场上这个降面 就是说张春华在草皮主公局是偏反的 贾许也是非常偏反的 即使CIA他选了 魏国贾许也是非常偏反的 没啥用啊 你这个当忠臣 前之位还行啊 二三号为忠臣上来 无脑开大呗 然后也不是很好啊 就是贾许当中不是很给力的 前之位可以考虑吧 就是说 但是后之位实在是不适合 就算是一个曹皮主的名反啊 在后之位 你在这里边 曹皮不敢轻易卖血 会考虑完杀的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王毅这里边是跳钟神啊 杀张春华 然后决斗曹皮把张春华翻了 张春华这武将啊 在曹皮局当反贼 发挥比较有限 因为打曹皮的这个节奏 就是说 推钟的一个节奏啊 不是说 大家一起把曹皮打死打残 一波推那种节奏 好 这里面这个曹冲开AOE啊 这是明显的 赤裸裸的一个跳钟的行为啊 给王毅发动机能卖血 然后呢 曹皮还可以继续翻人 这里边吧 如果曹皮他不出杀 他翻人的话 那么最好是翻贾许 翻贾许的话 一个是自己血线被压低 防贾许的玩杀吧 在一个曹冲跳钟了 他也不可能被玩杀 他这里没有翻贾许 他翻我了 然后我就 我就打了一个感叹的表情啊 就是说你翻就翻明的 闲菜当时是被骗了 不是被骗了 就是说他被选将迷惑了 曹植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向忠诚 这个位置非常的向忠诚 曹冲又跳钟 王毅又跳钟 他觉得曹冲不太可能是内奸 因为很少有人选 正常人不会选这种乃属性的武将 当内奸的 所以这个曹皮就是直接翻了我成功 他觉得成功不会是内奸 他两个忠诚王毅跟曹冲已经跳了 但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曹冲是一个内奸啊 就是说呢 这个王毅在曹皮去当内也不是很好啊 他这个跳忠诚就会被大家一顿打 你很难跳出内奸的身份 即使说你不宋威 跳这个内奸的身份了 也会被人打的 太脆啊 然后我们看啊 曹冲这里边受了张生华 顺曹植 其实这就 这就挺那个 挺内的了 非常内啊 红拆不拆假许 然后顺这个很像忠诚的这个曹植 对啊 好忠诚这里边曹植跳反啊 那他们都是反贼 我是剩下那个忠诚啊 然后他被这个曹植的选项骗了 那没办法啊 翻错人了 自己忠诚被翻一回合 然后这里边反贼就全都跳出来了啊 这里边血运直接给曹植扔一K 曹平运气很好啊 刚说完诗 勒布斯鼠居然还添过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先打 先打假许的啊 因为这个时候 你身份很明显了 即使成功被翻了 这反这反 这也是反 那么这里边成功名的距离啊 能杀到假许的 然后你还有二点距离 可以杀假许 红角斗拍假许嘛 咱们就来杀假许好了 不管轩语啊 把它放 先放一放 先杀假许 他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驱虎的空间吧 然后就这个杀轩语了 然后这里边死了一个反贼 然后另外一个反贼被打到一血 王毅还送威啊 非常非常的重 我们这里边 他杀轩语了 我就跟着杀轩语啊 只能这么打了 然后这里边咱们把青钢名册给这个曹丕杀轩语 别到时候他没有红杀 有金刚的话还可以有黑杀 待会继续推寻语的啊 反贼没有桃子 寻语就死了 这里边这个 这里边假许呢 他可能不想带着大招死啊 就直接开大了 因为我们这个打这个路人局嘛 我们先开打了一局啊 打那局是这个独裁内 然后是左词内啊 左词内他挂的是杯哥 一直当忠诚啊 不停的判杯哥 到死还判杯哥 就是死中内嘛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专业 专业内奸专业送主中营嘛 这个刚刚来了一局独裁内的 这个再来一局曹丛内挺好的啊 然后这里就是曹职也是没有距离啊 为了防自己掉血就杀八卦曹丛了 我这里边 这个假许断杀啊 没有杀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会出现 我说那种情况啊 这个内奸待会儿就好去救反贼了 咱们看一下啊 王毅这里就是发挥还是比较好的 毕竟就是反贼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秒掉这个忠诚上来救检员啊 所以就是他这个一直在这个 发动他的秘技 顺手牵营 有宋威还得多刷牌啊 好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桃圆开起来的话 主中方就是就稳赢的了 本来成功一血很危险了 他这么开完了以后啊 曹职也回血成功也回血 慢慢打嘛 我们这个过牌量在这里啊 并且还都是有技能的武将 这个借刀不应该杀啊 一旦曹职这个秒了王毅怎么办呢 好这里边这个曹聪人心了 我是希望他摸牌的 我怕这个曹聪这个有一些多杀牌 甲虚把王毅带走啊 然后这里边光打字了 没挂装备应该把装备挂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 他翻面的状态啊 趁着他翻面赶紧把夹许秒了 我们仍然是一个主中的优势局 他那桃圆开完了就主中优势啊 好王毅这个过牌 不大姨妈吧 别断杀就没问题啊 目测曹聪人心夹许的都是一把破烂 阿西亚孤独的走了 然后看一下那个王毅吧 好这儿姨妈了啊 我跟我我说我全是装备 然后曹聪翻面酒杀我了 是我吃装备我被我扔了吗 然后这个这个那个曹职 咱们现在就打曹职吧 别去惹内奸啊 惹毛内奸不好玩的 主公被乐了啊 我这里就直接名策王毅让杀了 不管不管曹聘了 这里其实不用拍他暴局啊 王毅他毕竟有秘笈在那里嘛 不会就是说回合开始的和回合结束的秘笈都大姨妈的 多少能给我张牌 不会被这个古丁九杀 然后运气很好啊 这刀还被拆了 大家看剩下 接下来这一幕就特别有意思了 然后我们的锅牌非常的大 锅牌量在这里了 好就变成这个曹聪跟曹职互相发动技能的这种兄弟情深啊 守足情深 然后他们俩就开始互相杀 我第一次见这种打法啊 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打法 可以有的 我们断杀了啊 这个我们的成功一断杀 加一码不能用 加一码不能名策 现在自保要紧啊 我们优势呢 这样的话就是 咱们就进入打曹聪的节奏啊 曹职你把他压为血放这里 小内状态也不好了 开始打小内了 就先打曹聪了 这个王毅可以考虑杀的啊 扔灵花杀干嘛呀 换上麒麟弓 或者不换麒麟弓杀曹聪呗 这里青纲剑破八卦 其实呢 就是说 你这个曹聪内吧 几乎就没有什么 希望去赢这场比赛啊 你选了曹聪内了 你就是把你的胜利送出去了 虽然说那间很难赢 但是你选曹聪内 一选了 你就注定了这局 你是很难赢的 要么送主啊 要么送反贼 就是两种送吧 打将就就送反 人心主公或忠臣 就是送主中营 这里咱们借刀杀 然后呢 这里边曹聪有个9啊 我觉得王毅发挥很好啊 我想把人头送给他 我就名册他一张杀 再一个就是说 赌赌八卦 再一个就是曹聪收了一把破烂啊 而且有个名的灌石斧 是人心拿的 所以觉得他肯定会有杀的 结果他居然断杀啊 抢不到人头啊 顺了王毅的牌 也没顺到我名册的那张杀 就这么过了 竟然 断杀好可怕呀 然后 曹聪还没有牌啊 皇宫都没法用啊 笑死我了 然后王毅升了八卦就抢人头了 我们的曹聪主公啊 躺赢 这个就是跟内奸有关系啊 其实内奸上来张生华是他带走的 毕竟没有他的南蛮跟那张沙吧 张生华也是很难带走的 然后带走张生华 内奸就算打酱油了 可是已经无法挽回这种就是局势啊 这个你你没办法控场 你没有能力去控场啊 就是没有虚报 也没有一个这个控场的技能 跟控场的这一个前置在这里啊 所以就是 你在家这武将的属性比较 比较不适合当内奸啊 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看一句这个曹聪内的 然后我们看一看 从我们的这个主视角看 这个曹聪内啊 他的这个打法吧 这里边选泰尔茨 貂蝉二张双头都可以啊 这里边我选了这个貂蝉 不是他选了貂蝉啊 因为我家阿姐呢 是个貂蝉控 他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选貂蝉啊 往往就是内奸他选貂蝉的啊 他貂蝉内 松率非常的高 好咱们看一下啊 主攻这里边去忙了一下灵筒 然后开万键 这里边就是 我们不要写啊 手里边就一张闪 然后这局比赛啊 特别有意思 我想起来了 就是当时他给我发这盘录像的时候 叫做AOE漫长 然后再加上一个曹聪内 咱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他跳忠诚 然后他就忙貂蝉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忙貂蝉 可能看到远主的朱尔克了 算是一个比较偏中的 是我的话 就是他打不到香香啊 这是属国的奶妈吗 好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曹聪啊 曹聪的表现啊 他顺了这个流扇 然后又开一个南蛮对吧 然后接着呢 就是没有 然后接着呢 他就没有再进行攻击了啊 他扔杀过了 跳明内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认为 这时候曹聪跳什么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名的内奸啊 就是在我主角看 他就是一个名内啊 开AOE 然后这个搞这个流扇 并且呢 他有距离有杀 七杀不杀孙权 跳内 这里边这个 嗯 之我客是反贼啊 让人大叠眼镜啊 你这种无脑选将 你有意义吗 在这个位置选之我客 好 然后奶妈继续开A啊 这是挂着 就是在孙权局啊 你把蜀国的奶妈选出来 你就是一个脑残啊 你怎么 你选将 为什么不要选 不选无国的呢 然后这里边 嗯 他继续开AOE啊 场上第一轮AOE都放没了 然后他睡曹冲 就是 就是 我就不明白啊 就是你难道看不懂身份吗 对吧 他跳的是反贼 就算他跳反贼吧 没有睡流善 但是你 你看不懂藏生是个内奸吗 然后这里元素跳钟 这局的钟神非常的强啊 算是流善加元素的一个组合吧 但是 他好像是我记得录像里面 他没有放逐这个 没有放权这个元素的啊 灵统这里边跳反 然后这样贝勒了也没有关系啊 刘善放权 孙权相当于为贝勒一样 就少一次制衡的机会而已啊 然后他没有放权 孙权啊 他放了元素 他可能没看懂曹冲 跳内吧 就是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150级的人了 你应该明白 他为什么会弃杀 然后这里曹冲继续去杀得善 对吧 反贼都非常的残了 三个异学反贼 这里主攻就不要救了啊 不要救了 不要救了 待会还有貂蝉那里剑呢 不要救了 带着元素可以打的 狗元素出头就是救援 然后这里我选择去杀元素了 想看看 好 这里咱们离间元素 好 然后看一下吧 这个 朱尔克 他的这个 他也是去打元素了 就是你打五血的孙权 没什么意义啊 到元素回合 他原地起爆 站起来 这不又是一个爆发吗 想秒谁秒谁啊 咱们杀元素 曹冲是不畏人心的 然后奶妈这里边 应该睡灵桶的 保护灵桶啊 然后他继续睡曹冲啊 就是太二了啊 下加一马嘛 下也是下加一马啊 哎呀 就这个时候就是说 反贼貌似是崩盘节奏啊 这个曹冲呢 他应该 现在就是说 他带着孙权 完全能打这几个反贼啊 这是三个一血反贼的 然后他这里选择收奶妈了 他血线也回起来了啊 然后把反贼都收了 进这种四人局 那貂蝉下回合也要被收的啊 就是他收 还是孙权收的问题了 嗯 他现在想自己收啊 直接进三人局 然后我们这里边棋牌啊 刘章基本牌过 从头到尾也没问过一人赏 什么运气这是 哦这样就是说 嗯 就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里啊 你曹冲内没问题 你到那间 你最后 管他是反贼坑爹也好 还是忠诚坑爹也好吧 你进入到这种 最后进入这种主内反了 那么 你前期的虚报 如果你没有AK啊 你就是白大 即使你有AK 你打一个四血的孙权 你也打不动的啊 那你孙权打曹冲 曹冲神装又如何 你就按打国家那么打 对不对 然后这里他救这个猪口 不让孙权收牌 好 无血也打出去了 我是他 我这回合就杀孙权啊 张八拍孙权 让猪口客再裹一回合 就是没有AK 你就是白扯啊 有AK也就是兔兔一轮 下回合 你想再摸两战杀 就非常难打了 所以他这个最后 主反内他应该多 多坚持一会儿啊 他打得太快了 可能没有桃子了 他不收 朱友克 朱友克就要被这个孙权收 但无论如何啊 就是这种武将 选曹冲当内的 不就是脑残吗 你难道指望 他在控场的时候 会控场吗 他有能力控场吗 对不对 嗯 然后靠闪电控场啊 把自己跟孙权连到一起 闪电控场 这就是曹冲那样 好 然后 这个 有AK了啊 有AK又如何呢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孙权手牌 还是很给力啊 基本牌留的足够多 都是保命的 然后曹冲就滚速了啊 嗯 闪电控场失败啊 就是 输了 就是说 你那个 你内奸吧 玩内奸 你的目的不是这个 你不是要拿单挑分 你是要最后赢啊 你拿到单挑分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 我就是跟所有这个选曹冲内的人说一句吧 因为这个话题 真的 就最近啊 很多人都来反 都来说这个问题啊 曹冲内曹冲内的 因为 我觉得关于内奸的讨论吧 这个是第二波 第一波讨论就是银两武将开了以后 有些人呢 他就是 可能没有会员 然后也没买武将 但是他用银两开了巡运 遍地都是巡运内 就是现在也是啊 我经常看到群内 他们发图片 打的那个路人局 就是巡运内 巡运内 死了在那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 你选巡运内 你也是要开发一套奇葩的这个内奸控厂吗 就是你不要选这种奇葩的内奸啊 这简直就是 然后曹冲内 跟巡运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呀 就是 所以呢 就是 跟大家放几盘吧 曹冲内奸的这个录像 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在玩别的内奸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 有人就说 你不要说脑残这个词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告诉大家啊 这就叫脑残 对吧 这就是脑残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脑残的话 你就不管他叫脑残好了 反正我重重是管他叫脑残的啊 这个是 不需要 不需要说什么的 我相信 1000个人当中会有900个人同意啊 或者是999个人同意 这是一种脑残啊 然后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记他ID什么的嘛 路人局嘛 不开心就托管嘛 对吧 不开心你逃跑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呢 就是 大家就是 看一看这些录像吧 最后一局不算打的不怎么样啊 其他局 我觉得这个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咱们抛开草双那不谈啊 只是讲嘛 就是说我玩的那两局啊 我自己玩的那两局 打的还是挺好的了 然后呢 欢迎吧 二区的这个高玩们 加入我的群 然后跟我们一起进行游戏啊 虽然我们的坑总是满的 可能要等等坑 或者是抢坑什么的 但是想上镜啊 想跟我们一起录直播的 还是欢迎来的 到时候来歪歪 我们下一期呢 没想好是先打群雄专场 还是打蜀国专场啊 我那天要说玩蜀国专场的 他们都说不玩啊 说太弱了 那个蜀国的实在太太太太弱了 等官屏上了再玩吧 这得等到后年马月啊 所以我们下期 估计就开打蜀国专场了 然后五国专场呢 我会给大家发的 然后另外有人说 想看鲁素的专题啊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做的啊 鲁素呢就说一句话啊 鲁素比较吃位置 比较吃位置 比较吃主攻 很多主攻局 他都不能出现啊 压制主攻 压制反对选将的 袁绍曹丕 董卓局 董卓鲁素就是可以有啊 原主位的 必须要原主位的 任何主攻局啊 鲁素当反都要原主位的 然后当忠臣吧 这个刘备孙权局当忠臣OK 别的主攻局当忠臣 几乎没有用啊 像什么张角 张角曹操 然后张角曹操 袁绍 这个曹丕 这四个主攻 包括刘善主攻出现 刘善主攻局啊 董卓当反 这个鲁素当反几乎没有用啊 任何位置当反几乎是 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什么邓岸呀 中会呀 这些主攻局 鲁素当反就更没有用了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详细说的啊 就是他的这个 现在军争的这个节奏吧 鲁素他特别吃位置 所以呢 他的出场率并不高啊 因为他发他你就是硬选他了 你刷手机卡了 他发挥也是极其有限的啊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出专题说的 鲁素你在最佳的黄金位置 你发挥是非常的好的 比较逆天啊 无人能敌 再就是说当忠诚的黄金位置 发挥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不多说了 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期 关于曹冲内建的就说到这里啊 最近热议的话题吧 然后呢 我的群内我没有说进曹冲啊 这个可以玩玩试试的啊 毕竟就是说 忠诚要选输输将 打曹冲反还是有的打的 至于你们那些什么曹冲中啊 曹冲内啊什么的 大家就是考虑考虑啊 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你在玩三国沙嘛 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不考虑内建的感受 你就 你就 别怪内建死中啊 曹冲反特别催生死中内 内建不做掉曹冲 没法打啊 你非常影响内建的控场的 奶妈妈奶属性的 什么香香画佗 什么吴国泰 这都是坑内的 非常坑内的选手啊 他们强 你说他们强 他们不强 对吧 他们武将本身技能在哪里 他们不强 他们偏弱 但是香香 香香还好 香香配合多 没有吴国泰和画佗那么弱 他们不强 但是呢 他们非常拉内建的仇恨 这个是客观存在这里的啊 你就 你选了这样的武将呢 你就别怪内建打得特别的重 打不好就成死中那样 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然后这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一期给大家把卫国的那个 歪歪录的直播 卫国专场再给大家放一下 大家看到了 我们直播非常开心啊 大家都在歪歪 随便聊天 随便逼逼 因为这个游戏吧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网游 无论它是桌游也好 还是桌游演变过来的也好吧 大家一起玩 才是最开心的事情啊 跟你喜欢的人一起游戏 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很满足 很幸福 好了 然后我们不多说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就做到这儿 希望这期盘录像呢 大家可以看看吧 是个参考吧 即使你认同曹冲当内奸 也没有关系啊 看看我们主持小打的 也不错哦 好 我们就下期见 好 谢谢 계